以铜为镜子 可以知道自己的衣服是不是穿整齐了 帽子是不是戴正了 以历史为镜子的时候 你就知道别人是怎么兴盲的 又怎么被替代掉 那么以人为镜子的时候 可以知道自己的对与错 你要知道 我们历史上是没有玻璃的 人没有清楚地看到过自己 清楚地看到的都是别人 那时古人怎么看自己呢 用铜镜 最早的铜镜是齐家文化出土的 距今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到了战国 铜镜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 咱们今天说的 正是一面这个时期的铜镜 战国错金银狩猎文铜镜 现收藏于日本永清文库 你也许要问了 这铜镜是什么时候 流到日本去的呢 这要从它的出土时刻说起 我们国家幅园辽阔 有很多地方都叫金村 今天说的这个金村 是在河南洛阳的东郊 芒山脚下的金村 金村位于黄河下游 属冲击平原 土地肥沃 因为靠近黄河 地下水位都很高 用当地的人的话说呢 水都到喉咙眼以上 一个人一天挖个井 很正常 但这地儿常常出现 串井的现象 什么叫串井呢 就是说有的井 本来水很多 一夜之间这水就没了 有的井呢 没那么多水 忽然水就满得 身手可取 甚至望外溢 一开始啊 人们也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谜皮在1928年 解开了 1928年 夏秋之际 一场暴雨过后 金村的东北侧的田地 出现了塌陷 露出了一个大洞 这达辣的村民呢 就进洞查看 发现里头有什么呢 边中 那显然这里头有古墓啊 于是大家就开始挖掘 前后历史三年 共发现了多少墓呢 八座大墓 挖出来的陪葬品 数以万计 有青铜器 金银器 玉器 漆器 五件一套的边中 错金银的青铜锂器 铜勇 银勇 龙虎式的大玉壁 等一大批文物 这其中绝大部分 都流散到海外 这八座金村大墓 墓道均于墓室的南端 平面呈假字形 附近还有陪葬的马坑 据考古人员推测 这应该是东周天子的陵墓 这不得了 根据后汉书等文献记载 周景王 藏于敌权 敌权正是在金村附近 很可惜呀 金村大墓出现的不是时候 那时候正值民国初年军阀混战 文物得不到有效保护 直接在市场上就流通了 当时开封最大的古董商行呢 叫群古斋 各行各业都有个最大的 再穷的地方都有个首富 它基本上垄断了河南古玩行业的文物生意 经营的主项呢 是河南地区出土的高古青铜玉器瓷器 这玩古玩的有两种 一种是传世的 主要是书画为多 叫软片 一种是出土的 大部分都是硬片 河南这地方太能出东西了 有一句话叫 生在苏杭死在北盲 北盲就是指盲山 大部分人会觉得这墓地不吉利嘛 你错了 墓地都是风水宝地 群古斋的掌门人呢 叫令石安 他和当时北京上海的古董商人 卢钦斋 黄百川 阅斌 尼玉书等人呢 来往密切 其中呢 令石安的一个重要客户呢 叫怀吕光 这怀吕光啊 是个加拿大的传教士 他就是个洋人 洋人呢 特别喜欢起个中国名字 那有中国味啊 怀这个姓呢 比较少 但有有名的呀 谁有名呢 草书之王 怀吕啊 怀吕啊 俗姓钱 这个钱太俗 所以改僧名 怀吕 1901年 怀吕光 受加拿大圣公会派遣 在福建教区呢 担任牧师 在此期间呢 建立了一所男子寄宿小学 还在麻风病人居住区 为病人子彼 开办了一所学校 他还与其他传教士合作 帮助鸦片吸食者呢 戒毒 1910年 怀吕光来到河南开封 开辟圣公会河南教区 并担任首任主教 在他到达开封的几个月后 河南便发生了严重的灾荒 为此 他从海外募集救灾款项 购买食物 分发给灾民 他还通过加拿大圣公会 向加拿大政府呢 寻求援助 在此之外呢 怀吕光还担任过 河南公共卫生协会的会长 开封红十字会的会长 并建立了国际反鸦片协会的 河南分会自任会长 与政府的合作开展戒毒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 不但促进了圣公会的传教 也扩大了怀吕光本人的影响 因此他受到了 北洋政府的多次表彰 我们可以说啊 怀吕光在中国赈灾史上和红十字会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 可到了1920年代 他喜欢上了考古 1924年 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德略考古博物馆的委托 代为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 说到这儿啊 我终于明白一事 我过去不明白 为什么加拿大皇家安德略博物馆 有那么多的中国文物 从此 这考古就成了怀吕光的主业 传教道成了副业 1934年 他退休后 怀吕光成为多伦多大学汉学副教授 兼任皇家安德略考古博物馆东方部主任 他是个中国通 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 这段时期 金村大量的文物流向海外 在几经辗转中 被收藏在加拿大 美国 日本等地 青铜器啊 是金村文物中最重要的一个类别 而制作精美的挫金银铜器呢 是金村 这个出土器物中呢 典型的特征 今天我们说的这件 战国挫金银狩猎文铜镜 正是其中的嚼走者 它收藏在哪呢 在日本 日本的审美跟中国人很接近啊 他们在收购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时候 往往能识别精品 它跟西方人不一样 那收藏这枚铜镜的是谁呢 是西川家族 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日本贵族 西川家族收藏的源起 始于日本战国时代的西川藤校 在风行反叛 不求道义 胜者为王的战国乱世 西川藤校总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带领西川家族呢 一步一步的走向辉煌 那他最重要的人生选择呢 有几步呢 有如下三次 第一次 西川藤校原本是视听幕府末代将军 足立一招的臣子 在足立一招与新兴霸主 知田信长决战的时候 西川藤校放弃了足立一招 转而投奔了知田信长 最终呢 足立幕府灭亡 知田信长成为日本战国时代的第一豪强 第二次 在1582年 本能寺之变 即将统一的日本的知田信长呢 被属下明智光秀发动的叛乱杀死 西川藤校和明智光秀本是儿女庆家 但西川藤校不顾这种殷亲关系 协助封臣秀吉讨伐明智光秀 最终帮助封臣秀吉统一了天下 第三次 1598年 封臣秀吉去世 在德川家康与十天三成之间 决定天下归属的官员之战中 西川藤校选择了德川家康 最终德川家康统一天下 开启了两百多年的江户时代 西川家族也成为雄本城的领主 享尽荣华 这雄本县 现在很有名吧 它有个吉祥物 是个大狗熊 叫雄本熊 你看 到了重要关头 西川藤校第一次跟了知田信长 第二次选择了丰臣秀吉 第三次选择了德川家康 说明他的判断非常精准 这份精准也被他应用到艺术上 要知道 西川藤校不仅是一位儒教 他还是一位收藏家 艺术家 精通合歌 到了明智为心 雄本藩主 西川家被封为侯爵 至此 西川家已经经历了十几代的辉煌 西川护立 是西川家族的第十六代主事 沉心于艺术 他一生中似乎只有一件事 就是游走世界寻找最优秀的艺术品 尤其是中国艺术品 这正是我年轻时候梦寐以求的 1950年 西川护立在东京建立了永清文库 这永清文库实际上就是博物馆 里面所展览的 有西川家族四百多年来 十几代人的收藏的各式 武士刀 盔甲 古文书籍 古茶道具和日本能具服饰 另外还有西川护立收集的日本本土美术品 八万件 其中包括八件国宝和三十二件重要文化材 这件战国错金银狩猎文铜镜就在其中 现在永清文库的掌门人是西川护立的孙子 西川护西 他曾经是日本第79任首相 现在日本首相已经到98任了 他还是一位陶艺家 2018年6月26日 西川护西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了其收藏的4175册 中国古籍 这次永清文库的捐赠 是1949年以来 日本有人对中国无偿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枚有着西川镜之称的 战国错金银狩猎文铜镜 铜镜 是用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的 你要注意看铜镜的铸 一般一看铸就知道制作年代 战国时期一般都是桥形铸 汉代都是馒头铸 唐代是瘦铸 这枚铜镜的铸呢 它是比较特殊 它是个圆铸 竟被装饰着三组两两相对的连体龙纹 龙纹间配置三组文士 一组为身披盔甲持剑卧疆的骑士 遇刺一个张牙舞蹈的猛虎 一组是两兽搏斗 另一组是一只展翅的凤凰 文士皆为错金丝 龙纹躯体并错银丝 这净体呢 为夹层 以净被外缘包嵌着净面而成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骑士伯虎的文士 这个骑士头上带有和与冠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战国时期 带有和与冠骑士文士的镜子 和啊 是一种像智一样的 擅斗的鸟 他一旦斗起来 就会到死才停止 所以武将带和与冠呢 表示勇猛 那这骑士是谁呢 他有可能是变装 变装刺虎 这故事 鉴于史记张仪列传 战国时期 韩卫两国相互攻杀 未分胜负 秦桧王想出兵援助 在征求大臣的意见时 臣诊就告诉他 大王听说过 变装子刺虎的故事吗 变装子准备刺虎的时候 管树子制止了他 说呢 两个老虎正在吃牛 肯定会争斗起来 如此的话呢 大的会受伤 小的就会被咬死 等那时候你再刺虎 正可谓一举拿下两虎 变装子觉得有道理啊 就这么办了 后来变装刺虎成为一个典故 只趁着两股势力争斗 两败俱伤之际 将其一网打尽 那联想到西川的家族时 这块镜子是不是揭示着 他的家族总能制胜的原因呢 变装子虎这个成语 现在生活中应用并不多 我们现在常用的是 御棒相争御用得力 但这两个成语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在争 一个在斗 力度是不一样的 变装子虎的成语 在古代用的多 比如我们官复博物馆门窗馆里的 风车紧闭十二生肖 隔膳门中 老虎这一节用的就是 变装刺虎的这个典故 古代文句中讲虎的很多呀 你们知道了 武松打虎 李奎杀刺虎 但都不如变装刺虎有哲理 铜镜在过去是一个工具 照庄容的 但它背后为什么做得如此漂亮 我一开始也认为不知道 你看你又看不着 后来才知道 古人的镜子是反着疙瘩 镜背朝外 用的时候才震过来 不用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装饰 这种文化遗存 它有一个重要的影响 就是镜子不用的时候 要给它戴上镜套 或者盖上镜帘 那么多